白色浓烟从宝贝球中间窜出来 还隐约可以看到火光 这可不是小火龙跑出来 而是宝贝球行动电源爆炸了 烧起来的时候 那个火窜出来的时候 整个宝贝球就迸动台了 整颗宝贝球裂成两半 零件也烧得焦黑不落 连球里都是满目窗移 这颗起火的造型充电器 在网路上可是卖到缺货 网路上有看过 我网路上看是七八百 又卖一千多的 宝可梦训练师人手一颗 抓宝贝不怕手机没电 LED灯设计酷炫有型 但网路上百百款 从四百元到上千元 统统有 他们很多人应该是从中国 或者是一些山寨的地方 去劈过来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 它的误差值很多 种类多制造地也不同 宝贝球目前出了三代 二代一比一原型打造 自然几率相对较低 初代LED灯款 就是这次爆炸的主角 最新款加上投影灯 用电量增加 反而容易过热 起火是三个产品里 危险No.1 主机板如果过负荷的话 一定会所谓的 做自然的动作 真正有过BSMI的话 会要求在本体上面 要有所标示 但是它的本体上 它是写一个6000 但实际的额定容量 相关的一些数字 其实都没有写得很清楚 专家解密 起火是因为主机板设计不良 外观根本看不出来 而且目前市面上都没认证 民众还是等合格再买 免得配上人身安全 得不偿失 三选的正义送领 台北参谋到